接下來呢我們要做一個大樓的貼圖 同學畫一個方塊 小小的就可以了 然後畫一個道路 道路是plan 同學畫長一點 往這邊拉畫長一點 那這是第一間大樓嘛 同學我們用 F3呈現 剛才的圖片怎麼貼進來呢 直接拖進來就可以了 同學對準它 我們現在還沒有學會材質 所以用對準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你看你想要拿一個貼圖 假設譬如說我要這個 那我就對準它拉過去 然後它就貼上來 然後這個呢 道路也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 可是它方向不一定對 現在是對 可是它這個拉扯的非常長 這個等一下再解決 好 那我們不是要三間嗎 你就做個三間 再加2 然後把它的那個長寬呢 稍微變動一下 不然都長得一樣就很單調 譬如說這間比較高 然後比較寬一點 那這間的話呢 一樣 形狀是不一樣的 就比較細長 同學用比例來微調就好 接著我要對準它喔 再調入其他兩間 那這裡給一間 然後這個給一間 那這樣不是都有了嗎 好 請同學暫時做到這個畫面 那為什麼它能顯示 因為它預設本來就是有開了 同學如果你沒有沒有調到 同學按一下這個 這個 before shading 或和F4 就是說F3的話 不是就會呈現嗎 除非你人在這裡 這裡就看不到嘛 可是F3按一下就跑出來了 好 現在畫面好給你 同學先做出這幾分半 總共有四個物件 同學你剛才那個檔 把它存檔之後 就先做新案子了 然後所有的操作 都是拉貼圖而已 那我們現在貼圖要改合理 同學你看這個一看就不合理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才能讓它的密度 就是窗戶的數目變動呢 從這裡開始 每一個東西 我們看到這裡有寫 每一個東西都要加上 UVWMAP修改器 這個英文叫做UVWMAP 對它加貼圖座標修改器 加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調整它的內容 可是它有規定 因為它這個是方塊型 所以你要把它的型別調成BOX 好所以關鍵字是BOX 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囉 同學呢 選中這個 按下X 輸入UVW就可以了 這個 然後有BOX可以用嘛 你看我調完反而 本來的溫度消失了嘛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切成BOX 這樣有了 然後怎麼去調它的內容呢 同學去拉動 這六個欄位都可以拉 那我們可以去拉動這個長寬高 同學看一下 這個側面會變嘛 然後這個是正面會變嘛 你就把正面的數目加多一點 樓層高度弄多一點 然後它也可以移啊 譬如說你要剛好到一層樓 這可以動喔 這是整個在動對不對 如果你要調動的是那邊 那邊的那個貼圖 你要把三角形打開 這個才是可以動裡面的 記得 你看我這樣貼圖可以動 好 同學把它調到合理一點 這個高度可以變一下 再微調一下 記得喔 不是整個拉高啊 整個拉高沒用嗎 是 把三角形展開去找這個英文字叫Gizmo Gizmo就是它的虛擬體 然後你就可以調動這個紋路 好 同學把它調得好看一點 我第一間調好了 我們看第二間 第二間這麼大間不可能窗戶才這幾個嘛 這個時候一樣 我們把修改器傳給它 因為你做好一個之後 就互相傳遞就好 不用再做了 這樣 就是有需要再來改 那為什麼現在不能改呢 因為你的修改器還沒折起來 記得要折起來 折起來之後呢 才能夠調過來 那目前同學請記得 全部都是要使用的是 BOX 模式 BOX 模式 那我們按下X再看一次 UVW 同學可以用傳遞的喔 那我這裡再示範一次 我看有沒有錄影 好 好 那現在把這個按下X UVW MAP 一樣 先做BOX型 然後 再去調動它的內容 內容的話這樣調 你看它側面會變 一個是調側面 一個是調正面 正面多一點 然後樓高多一點 可是它的位置不一定恰當喔 同學把三角形展開 去調這個 這個可以讓它 你看一樓這樣不是很怪嗎 你就是顧好一樓就好 好 那這樣大概就OK啦 左右 如果覺得不恰當的 你隨時可以調一下左右 就是讓它呢 的樹木是OK的 然後這個左右可以調 好 那我這棟又調好了 那一樣 同學可以用這種拖動的方式 也可以直接加 總之就是調這個長寬高 側面 側面要調啊 你不要 正面調一調 側面都沒有動到 側面也調一下 那這個調完之後 就可以大量複製了 好 那假設我這個調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大量複製 就是 再複製一組就好 等一下再大量 現在這樣 可是通常在複製的時候 最好利用它的那個差異性 因為 如果都是三間三間 這樣也不合理啊 就是讓它變化一下 好譬如說 這裡可能就是 這兩間 大部分是這兩間 好然後這樣圈同一個拉框 一直往右 一直往左 這樣一直延伸過去 就是讓它一直變化 然後現在我又隨便挑幾間 那這樣子就會有 一直不一樣的造型出現 好然後我再把多的 多的砍掉 好那同學我們從這裡看 按一下P之後 你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就會有這個感覺 對面還沒做 不過這裡已經好了 好請同學試試看 把這個大樓組成 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那全部的理論 只有一個就是 先變box 然後再調長關高 然後如果需要移動窗戶位置 請調這個gizmo 這樣就會動 gizmo是虛擬體 畫面告訴你 接著我們來調整路面 同學這個路 顯得有點太窄 同學只要比例 就可以解決 再強調一次 所有東西都有方向性 把鼠標停在 你要移動的軸上 它變黃 這是往上 這是往後 這是往右 所以說你要注意這個黃色 那我們現在要的是比例 同學呢 我們現在要的是Y方向 因為你要往這邊拉 這個方向 好那同學把道路變寬之後 再去調整它的紋路 好那道路變寬之後 稍微再往右移一點 好接下來這個紋路的 密度是不夠的 同學那招式還是都一樣 同學我們給這個 同學我看到 這裡呢 就會有 UVITA MAP的操作出現 BOX都一樣 然後接著 你怎麼把它的紋路密度拉高 同學呢 拉動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要多線一點嘛 譬如說你是什麼 六線到八線到都可以 然後 接著是這裡 這裡沒有什麼反應對不對 就拉這個 這個有反應 沒反應的就不要理他 因為我們這是平面 通常看一下 我們現在道路的 紋路正在增加中 同學可以這樣看 有沒有 那這樣就有看到 它的道路的分隔線 好你把它調到合理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 線道應該是有看到的 好那接著 把同學把上面這排 再複製到對面去 這裡我們要請同學 切到上式圖 上式圖按下T就可以了 T T就是上式圖 然後把這些房子 全部圈起來 那複製到對面 可是複製到對面的話 其實會不整齊 這邊建議的是 我們學一下近射 近射會比較好用 因為你複製到對面 你上面這裡會這樣 凹凹凸凸的 可是我們下面的比較平 所以同學用這個會比較好 那近射到底哪一個方向呢 同學先選Copy 近射還是要Copy 然後你去拉動這個值 你看他現在左右動不太對對不對 換個方向 Y 拉動看看 這方向是對的 就是說你要先選Copy 然後再選對方向 那這裡呢 只要一直往下拉 同學按住一直往下拉 就可以到對面來 好這樣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按一下P P的話就是在觀察視角 我們可以從他入口這裡來看 就會變成這樣 那現在道路好像還不夠寬 我們稍微再挪一下 這個還是可以繼續用比例 好再移一下 好那這樣就比較OK了 那同學呢 右下角有那個 那個放大鏡是在調鏡頭的 你就把它調到 可以看到整個場景 好那現在請同學呢 試試看我完成這個場景 這樣看起來就很有立體感 畫面好給你 好那現在我們再試一次喔 同學呢 把剛才的場景 就是你第一個案子 叫進來 然後叫進來的方式這樣 因為 假設啦 同學要完成一個大型的動畫案子 或遊戲案子 這個時候同學可能是 好幾個人一起合作嘛 你們以後會分組 那分組每一個人負責一個案例 那假設我們A跟B做的要合併的話 同學找這裡 檔案然後匯入 Merge 我記得你唸一下字 FIM F5是File I是Import M是Merge FIM這一下 然後就可以去找 我是這個 按Open 接著呢 如果你記得他的名字 直接選他就好 可是我忘記了 那我們就all 全部進來再來砍就好 OK 好目前在這裡嘛 那通常我們用移動 先把它移到一個地方 然後把不需要的砍掉 那我現在只要這一間了 那我這個就都刪掉了 那這一間的話呢 他目前的位置並不對 同樣切到上市圖 然後去移到靠近再開始改 很明顯 他跟這個 我們剛才創作的大樓 這個比例差太遠了 同學呢 用縮小的方式 小到可以塞到這個洞 你把幾棟大樓刪掉 然後再慢慢把它移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可是現在問題呢 高度也不對 同學不斷的去調整他的視角 好 那這還是太大對不對 繼續縮 縮到你覺得合理之後 再開始調整他的密度 好 這樣大概可以了 好 可是現在他的那個 你看旁邊的窗戶 這麼密集 他這個太大了 怎麼改 一樣 同學呢 回到這個框架 然後去改他的本來的球形 他本來球形只有18段 這個太少了 至少這個要60段 把這個segment改成60 然後他的密度就變這麼高 可是這個太粗了 同學回到二樓 把這個radius 改改少一點 用手拉就可以了 你小到有一個細緻感就可以了 那最好把它變黑 會比較明顯 好 那我們的這個 不同的球形建築 呢就可以出現了 大家看一下 後面這樣 在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了 那如果說你要高一點 高一點 同學說是可以用比例 比例可以拉高 你看一下 假設他是這種子彈型 那這裡是訓練同學呢 不斷的去轉它 然後把它調成你要的形狀 好 現在請同學試試看 你看這裡還是看得到 好 那我們就 完成這個案例 從這邊看是這樣 從這邊看著這樣 畫面還你 主要是希望同學能學會合併 因為 你第一個案子的素材 跟這個案子的素材 要組合在一起的話 就是FIM 找一下